前期 如果说真要说这个战术实施的更完善一点 对于清玉来说啊 那就是零号饰演场让炫炫来开生悟空 对 这是最好的 他们前期是想让先去抢 风先去抢分 但是分确实抢到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就是因为第五张图 云游天赋 那张图其实如果说不选他的话还来得及 被弹博给反打了 但也来不及了 我觉得第三张图如果用元吉先去抢分呢 第三张图 哦不就是第二张 第五张 第五张 对就是当时第三分去抢那个 那选途权嘛 选途权在自己手里嘛 就现在相当于元吉跟孙悟空 以及那张炎君全砸手里了 打蒙了 他们就是想把元吉留到最后去战胜弹波 但没想到这一手云游天赋把自己给选蒙了 嗯 只能说前期的想法是好的 这个战术实施了百分之四十吧 啊五十都不到 五十都不到真的没有五十 因为中间打的这个真的相当于自己蒙了 我最后剩两张这下怎么办呢 我不能左手一辆右手一辆吧 也不能借给封凯 是啊 主要是不能借 哇那紫电打七二啊 其实他们这个排名布阵 我觉得他们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这个就是跟之前打蛋仔他们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要打QF 对 那来了 不管怎么说2V已经失利了 嗯 那现在对于七二来说 全队的重任都扛在了他自己的肩上 是来到双方的班图环节 首先来看一下清玉先搬掉的桃源剑阁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排名布阵是没有办法的 紫电这个位置坐镇solo 你说清玉派谁下去跟他打 呃我本以为会是封 但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嗯 而你把七二打上去的话 其实蛋博的这第一分就不会打成这样五五开的局面了 嗯 可能会被这大一分带走 对 只能说 今天蛋博跟清玉的这个二维组合是五五开的 五五开 你发挥来说就是五五开 嗯 蛋博搬掉了每周 每周 剑阁320 我觉得应该不用怎么去考虑的 剑阁 剑阁 第二首翻什么呢 新梦 防一手你换人吗 换不了呀 这可是solo又不是KOF 哎 剑阁炎光 炎光完成 320还是放出来了 320可以放 为什么不能放呢 放吧 对可以放 现在 七二啊 跑图过程中可以把那个 id 给遮挡掉 然后不要看紫巅 对我觉得就是 锻炼 无论是他在之前对战到阿旦和现在对战到紫巅 都是一样的心情 嗯 来了 首图还是选择正面硬钢啊 是的 直接上原集 宠物有点不一样 嗯 这边带的是小黑 另外一边是带的神宠 奇恶要看第二圈 对的 我的瑞泽祥林 来了 看一下我们的首图月光之城 起步 测试加个断鸟 再先射 紫巅先杀了出来 而且前期是有这个神宠的 所以稍微接不快 所以这个速度快一些 落地快出 现在先接个方力 这边 我们七二没有压住车 紫巅的路线是比较完美的 在这个路段又再一次拉开 0.2的距离 卡这一下 这里要出发神宠了 我以为前面他会卡一下去堵这个镜子 没必要 快了 快到可以飘这个地方 对 已经很快了 我们先圈41秒91 那他这里要不要卡一下呢 不卡 你看 就全屏 全看造化 对 出发就出发 我也不多卡一下 到现在还没出发 出发吗 现在出发了 空不住 这里也空不住了 要断红标吗 不断 这不用断红标 这样也不慢 他本来出发速度很快的 这把21了呀 有机会 一定有 我觉得 第一圈就很快 401秒大 而且没失误 出发 他也许上海车蹭了一下 有了有了有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个音效不大 有问题的 二一不了了 看一下 因为他单气不对 差一点 好加厚 好 一定很硬 对 这是没有21 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失误点都过了呀 感觉全面的失误点都过了 全过了呀 然后最后那边多蹭了一下 竟然没稳住 但问题不大 第一圈是真的挺快的 看这一局的精彩会棒 齐二他的稳定性 确实还会有所不如 细节吧 我觉得细节上还是有点差距 稳 跟稳是能够稳住 但是 你看在第一圈 他的压车情况来看 1比0 而且赛车是一样的 那对齐二来说 大概率得一路同车 就得了 手图没换 后面就没必要换了 除非是 子编让 因为对于 学生来说 前期就是最好的一个打同车 或者是让车的一个图 这 这个时候不让 第二张图让的意义不大 就不像昨天KOF啊 你不知道第一个上场的是谁 你去让车 怎么选 看看七二怎么来打了 想打什么样的赛道 选一些三四星的 我觉得概率是会比较大 嗯 三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嗯 这反正五六星我觉得应该是不考虑的 七二来选应该是三星 对 打打机甲的图 啊 打一打机甲的图 机甲图 嗯 比如说打的时候广寒 打虚位未来 或打进化东梦 但其实前期不太好预测 什么图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打一些星图也可以 嗯 子编的星图也很强 嗯 看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打 你要想得分 那你就换车 梦回鼓鼠 哎呦 直接拿虚位未来 嗯 子编上了一首天行 是由七二率先打出的一个赛车差 是的 而且没用到生悟空啊 对 有点省 但是 他确实打的是机甲图 嗯 但是绝对不如生悟空本 因为起步是 有对抗的 哎 有投票 再弹 速度要比之间快 哎 没喷 对 这边没有拉个顺色小分 延续出现了问题 再开个CW 延续 哎 没延上 没延上 落地在弹 这真的不如生悟空吻啊 顺色拉过来 但这边远上再想这个顺色CW 我怎么感觉追不上了呢 追不上 因为天行其实也不是很慢的啊 呃 主要72的节奏有点乱了 这边ECU在拉 距离更的远了 哎 有投票 看这边长直线了 拉不进天底 再没弹出来 是一秒的差距 转向过来 看这边的点票 有机会有机会对72 有机会 哎呦 差一点点就往右侧去了 对 在这个长直道是拉近了距离的 这边金街乖 只剩下最后的这个难点了呀 子迪应该不会给机会感觉 看每次去蹭这个小盆顺侧拉过来 追不上 追不上 长直到 那 这 天行打虚的未来 为什么拿虚的未来呢 孙悟空不香吗 广寒不行吗 我刚提了一首广寒 我觉得他打机甲也可以 那广寒其实 双机甲吧 他是想 子连是有概率拿出来 虚的未来的啊 这样出其不意 对呀 但出其不意那 既然出其不意 那不如 孙悟空呀 因为你起步有优势的呀 感觉 起步有优势 全赛段都有优势的情况下 肯定孙悟空好啊 自己都没有拉到顺侧 没有拉出来 就一个快出 还是有点紧啊 跑法也乱了 那将来 比分来到2比0 还损失了一辆序列未来 那雪山之巅吧 嗯 反大天行 对 那你说 子连拿序列可不可以 应该不带行 不必 可以拿那个 他可以拿星皇 呃可以拿星皇 也可以拿那个 如果要让的话 他就拿 流星 对迅捷流星 有点忘了他叫什么 波赛东 对 迅捷流星波赛东 就看他想不想置换了 感觉看他红红的 青黄 不 地图 地图红红的 我一般都看图我不看车 哦 红红的地图是什么 像科隆 那不是黄色吗 科隆 科隆 嗯好的 红色和黄色之间取一个折中 科隆 是有点红 这是红这是黄色 橙色 也不是红色好吧 就起码能跟暗红搭上一边 真的有夕阳的颜色 是 大家都拿出所有空 这一首如果说齐恶海数的话 那相当于自己选两张图 选下来还 还亏得量序列未来 而且鸡亚全打完了 对啊 还亏得量序列未来 对 那没办法呀 上张图是最亏的 看吧 我印象中子连这样图也很稳 对 这边直接开站起走 顺子拉过来 卡一下 甩尾 但鞋血液上 齐恶感觉直线有追上啊 这边想从那样去卡单 看这边飘飞点 落地以后子电的出完会更快一些 对 拉开了0.3的距离 哇齐恶这个路线让人看得有点担心 但是子电ECU没点到 是的 这一手ECU 而且齐恶没卡器啊 对 这个位置转相关怎么说 不卡 不卡 那就是这里 所以不放弹气了 对 但子电要放啊 他是不会跑法吗 呃应该是有 没来得及卡 那这样很伤啊 子电要站那道啊 那道顶住哦 这是实战的经验啊 直接坦射过来 看一下后半段了 这个点想要是先碰一下 但碰不到这里还要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车车位 这里两根都不卡器 那要延续了 没错 看一下这边ECU的释放 都没问题 只要最后的一个弹射点 是的 子电弹射也是没问题 那这样我们的恭喜子电3比0 还多了那序列未来 我感觉他刚才那个长指道是不敢卡 不敢卡 不敢卡是吗 对 他怕卡完最后路线找不到 有点紧张 嗯 总不能是忘了卡吧 他其实不卡也可以 因为刚才即使没有开那个氮气 子电也没有说一下车很快 但那个长指道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速度上的加成 长指道这个速度上影响比较大 看一下会棒 其二的这个路线 其实看了就会比较惊险 他每一次都感觉想去碰一下子电 但至于每次都差一点点 他应该也不是刻意的我感觉 对 那这样 起码子电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是的 3比0已经来到淡泊的赛点 主要是多了像序列未来啊 即使打了3比3 来个手刚元怎么办 随便打 这张图要不要考虑一下雪岸之电 但是现在不太好打了 星黄这个点 打自己想打的图吧 嗯 因为这一场不涉及淘汰 对 我觉得想要战胜的淡泊啊 想要战胜淡泊的话 肯定要从2V着手 2V这一分就是战术一定是很重要的 对 就现在对于现在参加的公开赛的这些所有队伍来说 嗯 对 2V 或者说能像阿旦一样 在solo上有绝对的统治力 对 现在我有个好奇的点啊 就比如说手图 嗯 你既然让了一辆机甲 为什么不两辆都让了 是不是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真的就觉得很好奇 你让一辆你也是输 让两辆也是输 你不如让两辆后面留着打 是不是更好打一点 有道理 就是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吗 但是其实会担心的就是怕对手是一辆机甲一辆天行 对 那这种情况下你让两辆不就亏了吗 但大部分都是两辆机甲说实话 就就是我心理上的博弈了 哎 林峰正 我赌你不会 不好说 昨天蜜已经赌了一天了 但是让两辆也不亏 因为你反正都让了 就是还是反打那个一辆圆机的优势 确实 是吧 所以后面要让你直接全都不用 紫甸今天学聪明了 今天就是 哎 这里过来你踩到教授袋了 对对对 今天是开到了指挥官 昨天开的是仙剑 哎 琪儿没弹出来 没弹出来 延续看能做上知识冰货 冰货容输率还是很高的 对 这边 琪儿只要稳着跑 这一局问题不大 CWW过来 好延续 落地在仙剑一个CWW WCWW落地 是的 一秒多的差距 在仙剑一个坛射 还是不好觉得 这毕竟是 昨天是指挥官队的仙剑 对 今天是冰破队指挥官 昨天也有指挥官队冰破 冰破险胜 对 昨天还有创世对孙悟空呢 就说昨天明场面比较多吗 是 所以才能把三千拉长 对 这也是有一部分原因 因为我采访的时候还跟我说了 他们约好了打不彼此 哦 所以才一直在打让车 但是没想到就让完车以后还是输了 哎 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恭喜七二 一比三三回一分 嗯 但这一手为什么子巅不拿叙烈呢 不会吧 真的假的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三辆机甲 所有图都要掌握起来的话 真的没那么容易 拿冰破也行 冰破是肯定可以 但没事吧 嗯 这一把七二跑得也很快 夏二拿下一分 夏二张图还是由七二来选 打个雪山几点 可以 指挥官肯定打不出来了 因为现在有少了完冰破啊 嗯 很多图都开不了了 都选不出来了 对 冰破和原集 哦不对 是续对未来 嗯 都没有 嗯 哎 粉粉的 图吗 极星焕育 对 你说粉粉有第一版是练练牵羊 不能又顶着紫脸选那个 是极星焕育 这不是紫色吗 但这 这样是紫 但我刚才看了那个 哦 屏幕可能反出来 颜色不太一样 拿出颜君 游戏里面显示出来的好像也是 有些粉的 哦 哦 旧梦码头要粉一点 旧梦码头没艳色 哦 是灰的 但是进去游戏是粉的 进去游戏不是那种粉紫色的 是 他的那个小图是灰色的 哎 起步契约是有优势的 起步契约还可以 前约过来 内刀去卡下位置 卡不到但前约上 从下面 快步临行啦 快出以后看一下这边稍微延续 快点重新开个弹界 哎 齐恶人顶着 顶着紫脸 是 紫脸的话一直是被挡住的 这边两个人路线都比较不错啊 对 但是这一个快出 哦 一下拉近的距离 再卡一下 两人卡着位置 这边的后面落地 以后 紫脸一个ECO 可以抢下位置的 是 内刀稍微挡了一下 齐恶 哎 齐恶从离开了个弹器 看一下这边过来 以后这一手进到的位置怎么找 哎呦 球稳过吗 但这一手影响太大了呀 那 这种距离 前面子脸虽然说没有弹出来 即使没延上 哎 延上了 延上了 那更没有机会了 再甩 看一下直上最终的一个难点了 快出 快出 所以WW 最后一个东标 控住车 但这一局没问题 恭喜 淡泊 是的4比1拿下比赛 我这局72打得很好 对 同时以大分2比0战胜了清裕 走 率先挺进总决战 突然找到昨天的问题了 啊 尝试的过 是 你今天尝试发功了 没有 你尝试了 我没有尝试 道具打完你还嫌不过瘾 好 确实他有点快吧 相比昨天21局 今天8比20局就结束了 最后还是恭喜淡泊拿下比赛的胜利 成功晋级到我们的总决赛 胜者组 是的 同时对于清裕来说啊 他们依然还有机会 明天得去面对到我们今天下一场的胜者 嗯 败者组下一场的话也是江油 博魂对阵到深海 是的 这两次队伍也不好打的呀 对阿旦的这个KOF的排 排兵不正啊 如果有机会采访到的话 一定要好好地问他一下 要怎么问呢 这种情况 就是作为采访鬼才啊 你的话果然是不可信的 就是为什么你昨天要这么说呢 昨天不是说了上第一个吗 今天为什么最后一个上了呢 在为什么呢 在吗 已经想好采访问题 但是胜负还不未可知啊 还不知道 看下一局博魂怎么来应对这一首KOF了 是的 嗯 那今天看完 差一些 是 solo上其实感觉每次都插那么灵门一角吧 就能感觉这名新人是有冲劲的 嗯 但是相较于子爹啊 相较于风啊来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够 但我觉得他们胜在团队啊 妥妥以及久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稳定性 也都是可以在网上提一提的 嗯 博魂其实他们三名选手的这个水平 就会比较平均一些 但是可能更吃状态的就是妥妥这名选手了 很吃状态 嗯 有出战过二维也出战过solo 那你觉得他其实在什么模式的时候 发挥更好一点呢 嗯 按照以往来说啊 我觉得他主要看心态 对 他很吃心态 以前其实在混战当中 他也是在 之前的个人抢期当中拿到过胜利的 对 但这次的话还是要看在下一场比赛的精彩对决 那我们采访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将画面交给现场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采访席 我是禅师 现在站在我身边呢 就是刚刚获得比赛胜利的蛋博六尔 来 先和大家打个招吧 大家好 我是蛋博六尔 不管你的哪一个前缀 我都喜欢 想问一下二兹哥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下来以后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是 队友很给力 然后对手很强劲 对手强劲 这个确实感受到了 但还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二维的最后一首选图 非常非常地有意思 疾风机场 让我不禁忆回忆起了 往昔的一些事情 当时选择这辆赛道 是一个怎么样的考验 其实这辆赛道的话 是我的队友重推荐我选的 一开始我还没想到 我以为是你选的 当时怎么个交流 当时的话是 选这个图吧 然后重的话想了一会儿 然后疾风机场怎么样 疾风机场 你又误控 然后你觉得 这个图好啊 这个图好 心脏局这张图没少打 对 顿时这个最后也是扛了大棋 我想知道 打到心脏局的时候 中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他心率应该有150王丧了吧 这个时候 如果要戴一个心理手环 肯定也非常有节目效果 这个强劲推荐一下 下一个问题 其实作为队内的老人嘛 对 就是也不是很老 就是老大哥 好吧 那你觉得就是在现在的战术部署 我发现这两天是尤为的凸显 也是在赛事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一方面 现在是谁来部署 一般的话是我来提意见 然后跟队友一起商量 一起商量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其实在后续 也就是明天在总决赛当中 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排兵步阵的变化的 对对对 那其实明天也是进到总决赛了嘛 也是最后一战 这个今天晚上 我相信你应该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那决定是放松一下 还是休息一下 还是加练一下 放松的话 等到比赛结束后再放松吧 加练肯定还是要加练的 还是非常的苛刻的 认真的准备好 最后一场比赛 好的那也希望 但博能够在最后的比赛当中 取得一个让人圆满的成绩 好 谢谢耳子哥接受采访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下场比赛马上回来